介紹 郭會長 黃副委 黃副委長 黃副委長 因為大家都是企業的領袖 可以說 在台灣 影響力很大 所以我可以向大家報告 我們當下領袖的經濟政策走向 那可能 現在有關心 最近的官是 桃園水流嶺 經濟部長是不是犯人 沒有影響 基本上桃園缺水的事情 政務官是負責政策 其實我個人在看 經濟部長管那麼多事情 他有工商 工業 貿易 他在水的別的上 變得不錯 就是幕僚 或是分業的單位要負責任 所以我們早在一起做處理 那麼另外就是我們 今天變費通過 這個 下領度的總預算 國家總預算 這也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這個總預算沒有成長 這個企業界 經濟界有時候會覺得說 這個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 沒有成長就是說 差不多是持貶 就是一兆五千九百多億 大概九十六億 那沒有成長 然後稍微有迴魂的下降 但是我們在內容上的一些改變 內容上的調整 但是大家會擔心說 然後加上經濟有沒有影響 因為我們如果加上特別預算 我們還有一個八年八百億的治水的預算 那這一百億加上去是有迴魂的增長 但是我是覺得 我們應該 這個財政的結構的健全 縮小這個收支的逆差 也是政府應該主力能夠表達 那也是世界在平等我們台灣 這國家平等的一個重要主要 所以政府也應該 要努力去縮短 所以我們今年的這個收支的逆差 日的缺額 也是首度這幾年來 首度降到兩千億以下 那這個我個人是有表達政府在能力的 這樣的一個大的方向 我們剛才聽了 一些財經的方向 尤其是最高行政所長 更難做 那麼這個說明了 聰明的事情 那麼引起了誤會 我這個是做最高行政 那麼的確覺得剛剛做首長 那麼很多的事 鼓勵安慰 給我們六個字 第二我想直接的請教這個謝院長 我們非常關心 我想在座很多先進也關心 我們三四百萬人 每年三四百萬人士 都經常有上百萬人 在大不管是收視化 所以這事不是完全能夠主管 是總組的 那麼我也說如果院長能夠決定 希望院長能做 如果院長還不能做 現在最近我去了兩次政府大 中國大陸為什麼會吸引那麼多的附近 不是別的地方 是行政效益 尤其是在社場 開闢公園區 那種速度